我下雨天整個劇組有跟我說 妳現在是會多開心嗎 他整個這三天在這裡 他整個就是心花怒放 這有多悶 這有多悶 會嗎 他每次都表現衣服 所以這都是假象嗎 學姐好離家拍戲 心花怒放 賈靜雯變臉 喜歡在家是假象 最後再問個時事題 加蘭妮如果女兒要嫁人 妳會買房子在她家樓上嗎 我覺得憲哥有點誇張 有點放不了手 你都會想說 因為像我們快要幫父母 也會有點confused 但這件事是對的嗎 我有三個我要買到哪裡 都買啊 妳的實力 我倒不要 我要過我自己的生活 對啊 妳勸一下憲哥 憲哥 欸不要叫憲哥 什麼還真的勸 賈靜雯代言健身產品 別看他瓦跳跳 其實身體微樣 蛤 真的是打點低喔 為什麼 昨天晚上紅了有點不舒服 後來醫生看我紅了 所以有一點點紅一點點 說是最近流行的什麼病毒感冒法 不要害怕 我都已經消毒完 自己再走出來大家 放心 不是 因為我有快篩 放心 結果我就說我老汙泥了 一休息就感冒 我每天盯他們吃益生菌啊 吃這個吃那個 然後就忘記自己 就是要照顧自己這些事情 然後今天早上他們還蠻可愛的 我說我真的沒辦法送他們上課 然後我媽媽可能要去看一看醫生 他們就很心疼 妳還好嗎 然後我又戴著口袋說 妳不要靜靜我 怕全愛妳 沒關係 我要吃益生菌 好 哈提再轉回健身 我現在體質嘛 其實沒有到很低耶 我現在是21個 但是我最高峰到26 27 我覺得夫妻不能一起運動 就像不能一起住 像他就不跟我去做一家 因為他跟我做過一家 他嚇到 用力的方式 大家力點不一樣啊 他會覺得怎麼可能那麼酸 持久性就不夠 欸不要誤會 我是說肌肉的持久性就會不夠 那時候妳看電影的時候 就會有要去外面住一個月 但是他說他要拍的時候 你都叫他趕快回來 什麼還不回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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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沒有住外面 他拍完戲不回家了嗎 因為他很快樂 對對他很快樂 所以我多悶 會嗎 他每次都表現一副很喜歡在家 這樣子 所以這都是假象嗎 那我今天回去要問一下他 到底哪個是真的嗎 其實我也常常鼓勵他 趕快去那個 跟他的直男們多GG 因為有時候他在家裡 就是有很多意見的時候 我也會想要有自己的小時光 所以我們彼此都還蠻想念自己 單獨的時光 他最多意見目前是怎麼 就是在整理家裡的時候 就發覺 哇 我的東西怎麼如此之多 說都說不來 因為男生可能喜歡很整齊 很簡單很乾淨 可是對女生來講就是 很多東西都捨不得丟 很念舊 很想保留 然後包括我小孩的東西 都有點捨不得 所以他就叫我逼我要把它 對 那有問修那個華燈的兇手嗎 他完全 他只問我說你猜誰 我說好難猜喔 但是我知道不是他 可是有網友的猜就猜 對啊 我就跟他講說絕對不會是 因為你一看就是個壞蛋 就沒有那麼簡單 就一定是一個你想不到的 然後他就用冷冷的笑說 你繼續猜吧 然後我就回馬槍說 該不會真的是你吧 如果是我要演誰 會不會是阿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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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虛新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連丞翔 祝大家五年情大運 事事順心身體健康 紅鳳丞翔